不知道這個有什麼好澄清的話 沒事顧問蔡壁魯比柯P還搶劲 親上火線全是因為被指控 23號晚間 他竟然在市府各公務群組 狂發民眾黨入黨訊息 上頭寫著歡迎加入民眾黨 配上入黨網址流傳群組 讓以下班的公務員心驚驚驚 該不該入黨或是說被加入民眾黨 難道市府已淪為民眾黨中央黨部嗎 典型的公器私用 黨政不分 民眾黨成立的頭一天 台北市政府聯合議院民眾黨 就已經府院黨一家親 一些好朋友的群組 唯一的意思就是說 不要放在公務群組 但是他真的不是公務群組 不大敢加入台北市政府的公務群組 因為不要給各局處有壓力 班員怒劈踐踏行政中立 蔡壁如連忙闢謠是傳給民間友人 只是柯文哲從沒登記連署選總統後 人氣銳減 連簽署會人都少少 被酸難道是擔心沒人氣才宣傳入黨嗎 柯文哲 蔡壁如都慌了啦 因為民眾黨到現在為止 不但沒有什麼大的氣勢 後續要來加入 來聲援的力道都很薄弱 入黨人數不如預期 只能繼續打學姐牌搶票 台灣民眾黨不分區名單 三位上榜的 就包含愛將學姐黃靜盈 跟北市勞弄局長內湘林和蔡壁如 黃靜盈是不是有要連部分區名單 再講嘛 這都是猴旗的 到時候再來講嘛 因為黨的方向跟未來的規劃 還要再做討論嘛 找不到新亮點入黨愛將恐怕得一刷 再刷幫柯搶人氣 接著郭先生李一璇 AZG小組台北報導 我看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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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見了